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4月30日组织高三学生免费进行额酸检测 血清抗体检测迎接即将到来的复学复课 在那个现场学习外面还是有点怂悉 就有在家里就那样躺着坐着靠着 在学校里还是有一种紧张的氛围也会好一些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一起学习就是更习惯一些 就是同学之间就是可以互相独处吧 然后学习会更有动力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三共有12个班500多名学生 记者在该校看到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分时段入校检测 入校时需经过手部消毒脚部消毒智能测温手腕测温四道关卡 后检排队保持1.5米间距 学生进门就要进行这个洗手 然后进行这个消杀进行这个三部测温 戴口罩每个学生保持1米的距离 然后就是说再进行这个血清啊和这个淹温四指的这个测试 然后再离校 相当今天既是一个检测过程 也是一个演练过程 该校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主任张建介绍 此次检测费用全面 那么我们做这样一个检测的话呢 一个方面是让我们的这一个学生 他有一个这个安全的保障 也让我们的老师也有一个这个这个一个保障 也让我们的家长和社会放心 那么我们前期我们的老师已经做了这一个核酸检测 血清的检测 这块在四月份已经做了 那么现在进一步的就是把学生双向的都做完之后 那么整个我们学校这块那就应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了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党委书记艾建宏表示 复学后将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线下教学质量 确保师生安全 艾建宏介绍 复学后为尽可能避免人员聚集 学校将采用分班教学小班授课模式 将原本50人的班级分为25人一班 用餐方面将统一配餐错峰分流 住宿方面将原来的4-6人间改成2-3人间 我想那学生说的就是有三个月没见了 挺想念大家的 学校的这个环境和这个据数啊 潇洒了国方面都准备好了 老师也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们回来了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此前发布通告 该省2020年高考时间为7月7日至8日 全省普通高中毕业年级学生 5月6日统一开学